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早上大家都非常忙 但是都来参加这个魏江敬辉先生的记者招待会 那我们都知道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尤其对我们台湾人甚至于整个亚洲人 那我想最主要我们要推动 其实5月12号我们要为他办一场早餐会 帮他造势 那么最主要我们要响应所有的乡亲 一定要去登记选票 那么这样的话才凸显出我们台湾人 甚至于我们整个亚裔 对美国这块土地对选举的重视 才会让他们看得起我们 这次我们这个江敬辉先生 他这么优秀的一个年轻台湾人肯跳出来服务我们这个加州 那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这次务必要响应所有我们基督在美国最快土地 甚至在台湾的乡亲 有认识加州的亲戚朋友 一定要踊跃出来登记选票 登记投票 那么尤其是6月5号那天 务必要出来投票给江振卫先生 谢谢杨董事长 接下来我想请林荣松林董事长为我们说这句话 谢谢 各位记者理事先生大家早安 今天的记者会是在制造一个历史 因为从来没有这么多在台美社区里面 这么多社区的领袖 共同列明来支持江振卫先生 那理由很简单 因为江振卫先生是 是一个移民的家庭的第二代 而且他最知道 移民来美国 这个大熔炉这个国家 他后面所代表的意义 而且江振卫先生 他对加州人不是一个陌生人 他在州政府里面 已经担任了好几个重要的职务 所以 Time is ready Jong Chang is ready for government 我想 如果江振卫能够选上 加州的州长 他会为这个州 做很多的事情 当然过去 他是民主党 他跟那个 加州州长的故事 大家也都蛮清楚的 他是一个很有魄力 很有智慧 而且很有爱心的 一位移民家庭的子弟 让大家来执政他 那如果还没有 亚洲的 亚裔的 一般的 选民登记都不是很 不是很热衷 那时间还够 我们现在大家 动员起来 不管你是无党无派 甚至是共和党 当然民主党就不用讲了 一起来投票 把江振卫推上 the top two 只要他进去全人民 他就有机会成为 第一个亚裔 也是第一个台籍的 加州州长 请大家支持他 谢谢 谢谢葳董事长 接下来我想请我们的 联系女士 谢谢 大家早 我首先要谢谢那个 Simon 林奥 他那个 我们的董事长 在他的副意之下 还有我们台湾的社团 这一次大家 这么样的团结 大家这么的热情 来筹划这个招事活动 那就像大家心里所期盼的 我们一定要加把劲 一定要把我们的江振卫 推上这个 加州州长的宝座 那我个人呢 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我所认识的江振卫 那江呢 他是一个很真诚热情 实实在在的人 那他呢 对我们这些青年学子 追求的 追求梦想 还有对社区一些 长者的活动呢 都很参与 很鼓励 那我个人的一个小小的心得 就是 我们有一个 AJ1 Scholarship Foundation 那一年一度的 颁奖典礼呢 我们会请江来参与 那江是绝对的亲自出席 而且呢 他是一对一的 对这些 这些学生们 用很鼓励的方式呢 来加许他们 鼓励他们 追求他们的梦想 而且呢 向他以他一个移民者 拿在这边求学的过程 然后在求职的整个心理路程 跟这些学生们分享 每次呢 这些学生受他亲自的鼓励呢 都很感动到 泪流满面 其实我也是很受这样的场面的感动 还有呢 我们还有一个社区的 长者的一个活动 江也会亲自出席 他呢 他是这么样的赞叹 这些长者们对社会的贡献 还有对呢 整个社区的影响 所以他会鼓励这些长者们 继续勇艳的参与社团活动 就让这些长者们呢 就对生命呢 有个信心跟勇气 最后呢 他一定会跟我们这些义工们呢 私底下的鼓励 然后加盟我们继续努力 然后呢 继续的为社会付出贡献 他这样的点点滴滴 其实我们都是很感受在 我们的内心里面的 然后呢 最后我要讲的就是说 他是我们华人的荣耀 是我们移民者 在这一个国土中呢 我们混斗过程的一个成果 所以呢 我真的是要在这里呢 鼓励大家一定要出来投票 尤其是6月5号的出现 我们一定要先把它推上去 最后呢 送到这个加州州长的榜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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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我们上请我们的 VP王 王先生 谢谢 大家好 我们本来在南加州是一个很单纯的一个做生意的 他们都叫我们叫做政治的素人 我们很少参与政治的活动 那这一次呢 会这么积极的来支持这个江津会参选卓掌 这主要的就是说 我们反观现在的美国的政坛 或者是历史 美国历史上的政坛 有将近会这样一个华一 当到这么样的一个 这么高的一个政府官员 然后他每次选举的时候 不只是这些华一 我想他又赢得到主流社会的这个支持 每次选票他都非常的高票当选 尤其现在的这个TRAGER好像跟加州州长 还比他多一点票 所以这么难得的一个机会 真的是千载然 那我们华人非常的兴奋 就是说有一个这么优秀的这个华一 要站出来展选卓掌 那他现在已经站上了一壤了 所以我们只能过 只要在这个6月5号推他一把 让他这个稳稳的这个赢得这个初选 站上三壤的时候 那一定在11月的这个大选 一定会奔回本壤得分 这个历史上的这个加州的这个华一的组长 是我们非常非常一定会非常高兴 非常兴奋的一件事情 所以希望我们这个各位媒体的朋友 一起来帮忙来这个把这个信息送出去 鼓励我们在这边华一 大家一起甚至于亚裔都多好 一起出来来接使这个将军会参显我们的加州州长 谢谢你们 谢谢 接下来我想 简短做个小小的中间 然后我们再介绍下一个最重要的来宾 那现在我想就是说让大家知道 每一个社会贤达跟这里的社会人士 还有政治上的领袖都已经 说出他们的观点 那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 张军辉他在每一个区块 不管是加州各社区各个领域 每个区块都有做出他贡献的地方 然后在这里的每一位 人士都已经做出了最大的见证 那其实张军辉他身为台美第二代 他作为一个移民第二代的所有的酸甜苦辣 移民的困难他都接触过了 也就是为什么他对于加州选民 跟加州的权益非常非常了解 那我们最重要的需要就是说 希望让这么了解加州州民的福利 跟权益的人进去到Sacramento 然后让我们为加州做点事情 最重要的就是因为加州是一个民主党 伟大的一个州 所以初选基本上决定了一切 所以这次6月5号的投票非常非常重要 务必请每一位乡亲 每一位我们支持张军的朋友 大家告诉大家 一定要在6月5号那天投票 在那之前一定要登记投票 那我们希望大家不要错过这件事情 不要认为说这个是无关紧要的 因为张军他有很大的理想 想要为加州做更多的事情 他需要我们每个人的支持 一票都不能少 那接下来我想要特别介绍一位来宾 他是劳动统计方面的专家 也是对于统计学非常了解的一位 一位在Sat Gabriel Valley住了很久的一位居民 那Mr. Warren Millen 我想请他讲几句话 谢谢 我十九十年级我是一位 我现在是一位宫工作人员 我仍然是一位宫工作人员 但John Chang stood up 我向中文主任的部分 breaker The wages of state employees to the minimum wage 2 time to stay workers to carry the financial burdens ofthe states on their own back John chan understands It's workers he understands what our needs are and he has the backbone to stand up against special interests againstunreasonable leadership and that as a state particularly and as a resistant of CALIFORNIA, AND THE SAN GAGLER VALLEY, I'VE SEEN THE LEADERSHIP, THE SOUND JUDGMENT, AND I HAVE THE CONFIDENCE THAT JOHN CHANG IS THE RIGHT LEADER FOR CALIFORNIA, AT THIS TIME. THANK YOU VERY MUCH. 好,接下來我們將開放給媒體朋友問任何問題,謝謝 對不起,我剛剛沒有看到,對不對 江謙是加州人的寶,他不只是台美人 支持他的國家,白人,猶太人,勞工階級一大堆 尤其是高知識水準,知道他做什麼 他替加州製造神啊,幾十億的裁員 這是很難得,以前的財務長崔秀蕊也沒有人這樣做過 江謙父親是屏東內部客家人 媽媽是台南人,這很難得 是我們的寶,不只是台美人的寶 也是加州各族群的寶 這個人呢,當選之後 不只對東方人,對全部的加州人 都有很大的貢獻 這個人很誠實,不自視,不畏自己 就是幾十年來一直為公家做事情 所以這,決定不要讓他損失這個機會 他現在拚,如果能夠 我知道前面二三名之爭 都是增營,六月五號,就是很高的機會 大家剛才講過了,我們不要浪費 決定就要抓住這個機會 讓我們的子弟能出頭 我們子弟出頭就是我們大家出頭 好,謝謝 亞裔的公民一路走來 他常常講他的那個 從芝加哥長大的故事 還有他常常免疫 我們所有的亞裔的年輕學子 說怎麼樣在這個民主的這個process當中 要怎麼樣來達到你能夠服務 你的Battle Citizen的這種觀念 我覺得這樣一步一腳進走到這邊 大概是最後一筆路 那我們,你們看Newson也很驕傲 他不參加亞裔的辯論會 他為什麼覺得 他說你們華人投票也只有3% 所以這個我們最大的致命傷就是說 華人不去投票,不去登記 那這個我們要怎麼突破呢 我想這個就是一個考驗的機會 考驗所有亞裔的 我希望媒體一定要把這個 所有亞裔的這種投票的那個 要把它們擊力出來 因為你不去登記 你就放棄你的公民的權利 所以這次假如我們能夠把 亞裔是有多少人啊 包括華人、惠利賓人 所有的那個Asian Pacific Islander都是亞裔人 有很多人沒有去登記 所以我們希望藉由我們的Rally 全部的亞裔 在這個可以登記的時間都要出去登記 然後投票的時候 我想你們也會很驕傲 加州是第五個大的經濟體 假如我們有亞裔上去做加州的州長 那每個亞裔都是很光榮的 我記得楊信董事長曾經講過說 假如這樣做加州州長 我們走路都有風呢 所以要拜託所有你們認識的鄰居也好 還有我們這次要Rally的年輕的學子也好 都要做這樣的最好的競選員 好 謝謝 我現在華人不是用媒體 我是用台北人的配歌 你也是社會選擇 社會選擇 我剛剛有一份報紙給我們楊信董事長 今天早上洛杉磯時報 用頭版介紹槍槍 這個是洛杉磯時報第一次用頭版介紹 這是第一個消息 把它做一個很公正的comment 我想這一篇報導 它前面有一篇 然後後面有一整篇的報導 會影響很多人 對 所以我剛剛告訴這個消息給我們 謝謝 第二個消息 同樣的今天有一個時報 昨天這個weekend 在美國 共和黨開全州大會 他們不endorse他們的candidates 就是說共和黨 他們不endorse 所以現在將像 一落後 讓我問一下 它將像是落後那個共和黨的 如果共和黨引渡的話 他可能會就 一定會退下來 既然共和黨不引渡 他們中間有兩三個人要出來選 所以會帶六個共和黨的票 所以現在它的將槍的市面 可能會比以前 在這個禮拜以前會好很多 所以這個boost 然後共和黨這樣 最重要它的募款 已經超過秒六個三 它有八百萬 秒六個四 只有七百萬 那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 突破 再一個更重要的就是說 它在亞裔裡面 亞裔不會跑票 亞裔絕對不會跑票 這從北加州到下面 所以那個楊英信董事長 講的非常 大家講的非常重要 我們這個task force 最重要一個任務 除了跟它造勢以外 就是讓全美國羅亞裔知道說 這個候選人是非常有希望 不要相信民調說 它是宙斯旺山 如果這個message get across 選舉的dynamic一定會改變過來 所以我覺得 洛杉磯時報今天的報導 是這一次在整個加州的選舉裡面 一個非常重關鍵性的一篇報導 我們一定要好好宣傳 太好了 他講得很好 很多人有一個採訪 有一個採訪給他們 他們 江欠是最好的 這是好消息 還有江欠的履歷 他不只是法律方面 還有財務 還有叫做accountant 他都很熟 他在Federal government 做了相當的事件 他跟那些Congressmen也做了很久 他非常divocified knowledge 所以他的知名度 在白人圈裡面非常好 是因為亞洲人 亞洲人這邊也有12-13%相當膨大 四千萬人裡面有五六百萬人口 剛才講得對 菲律賓、韓國人、越南、台灣人、中國人都很多 所以想如果我們大家都加油一點 有話 對 對 我喜歡做一個評論 我的名字是Robert Lee 我也是一個公司工作人員 正在工作市場上 只要從中心 像在中心 and wanted to bring out a couple things number one the Asian community is the fastest growing racial group in America at this point about 15% in California are Asians another point I'd like to point out is we attend the major economic and they always for instance the UCLA anderson forecast they always invite him if they have a chance to speak and be a panelist in their economic forecast so they have a lot of respect for his knowledge of how California works on a fiscal basis that's just another reason the state workers are or John and to put it and to put it echo what Robert was mentioning right now the American dream America today is a nation of immigrants America of tomorrow is a nation of immigrants and statistics labor statistics tell us that more than three quarters of all the small businesses in America employed fewer than five individuals we're talking about really small mom and pop types of shops and for many immigrants that come to America the American dream is to start your own business to make it happen and what do we know we know how when we come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immigrants know the value of the dollar the value of exchange of bartering and they see the American economy and they want to open up their own business and make it happen and John Chang being the son of immigrants understands the struggles of the immigrant workers and employers who are looking for a better tomorrow and we need a leader who has that understanding who knows what it's like to struggle and to get ahead because the statistics show that we need to support small businesses in America to get ahead and also we need to improve the wages and education levels as well something that I know that John Chang is pushing for is tuition free education community colleges that is essential these are the fundamental needs that our students need to get by and get ahead in our communities and to know that we have a candidate who's straight and direct telling telling the general public what needs to be done to address our issues we have a skills gap in our labor force today a skills gap because we're not producing enough qualified competent and skilled individuals in our community colleges not just four year universities but our community colleges and John Chang is making that opportunity to start bringing students in there and creating that skilled labor force that we need to meet to meet the demands of today so he's the type of leader who's right on point and that's the direction that we need to be going on please ni- 我發現說 為什麼他有辦法彈刀了 其實他的模式很簡單 我看到一些其他少數民族 他們希望就是 解決掉 盡量不要講自己的少數名字 說我是美國人 I'm American I'm not Chinese American I'm not Chinese I'm just American 但是John Trump不是這樣子 John Trump從來沒有否認過他只是台美人 他也沒有否認過他是亞裔美國人 他也沒有否認過他是美國人 他覺得這個種族標籤並不是一個負擔 他覺得這是一個負擔 附加價值 他希望在美國未來的主流社會裡面 是更多元的一個族群社會 大家一起合作 讓美國變得更好 並不是因為大家變成了只有一個美國的標籤 而是有不同多才多姿的標籤 讓美國變得更好 所以我希望這次媒體朋友 可以把這個重點交入給大家 讓大家知道說 John Trump並不是要去爭取權益 並不是要奪走哪些族群的權益 來給予亞裔 他是要加入亞裔的價值 進去到整個美國裡面 讓大家整體的權益一起提升 謝謝